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参与法会重点画面 禅姬山维新圣教 总本山贤佛寺 几亥年公祝阿弥陀佛 佛誕旗旗安消灾大法会 二十五日上午举行 摘天法仪 供养诸天 并于下午释放宴口 普供养坛成上 三界六道群灵 及十方法界有缘诸灵 成佛慈悲为神力 令希德宝石 法会至此圆满 法会坛成连坐商中华列祖先灵等 将于2020年元旦奉请 至林口大体育馆 第十四坛 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授纳全球中华儿女代表祭祀供养 灵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 为新圣教宗主 混元禅师 于2012年祭祖大典 祭祖文中开口 要度诵中华列祖先灵 灵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 故于几亥年 起见宫祝阿弥陀佛 佛丹吉安肖宰法会 造极列祖先灵 及十方法界万灵 西来法会 谈成听经文法 并于2020年元旦祭祖大典 授纳中华儿女 新联心手牵手 前程祭祀供养 奉送随佛 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宗主混元禅师 于摘天时 开示同修贤士们 今年 2020 1月1日的 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整个的法语 是安定明养两届同观照 列祖先灵安 阳室的人就安 就会平安 列祖先灵不安 阳室的人就不安 古来都是这么在经过 所以在幕下 天命 降世 责任给我们维新圣教 我们不敢想象 未来的结果 但是王臣老祖开示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维新圣教 三十三经 就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光芒 普照 大地 普照 满三千大千世界的法界 天人心中 感谢天恩 叩谢天恩 维新贤士弟子 以最诚挚的心 最真诚的心 慈悲心与爱心 本着为国修道 为人类祈福 为大众的众生来祈福 祈求龙天护法 保苍生 化解干戈 习战争 意愿人心相疼爱 同其世界永和平 台湾平安 台湾平安 维新电视 从本山 仙佛寺报道 残疾山维新圣教 第十四坛 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即将在三天后举行 提醒大家这三天 以一炷香 禀告家中唐上祖先 在2020年元旦下午 一点钟 参与祭祖盛会 也非常欢迎 邀请您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参加 安定祖先的心 让您开启 未来一年的平安 12月22日宗主 混元禅师带领分寺道场 住持法师 讲师 骑师 二十四天仙等 法务人员 在总本山 仙佛寺进行彩排 请进入本周 宗主行脚报道 禅吉山 维新圣教 总本山 仙佛寺 二十二日举行 2020年 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彩排 参与祭祖之旗队 登队二十四天仙 道场住持 地京大学 法讲师等 齐聚演练 整理威仪 提升精气神 以最好的状态 来圆满祭祖大典 维新圣教宗主 混元禅师 全程参与监读解释 勤勉大家都能尽心尽力 为圆满第十四弹 祭祖大典而通力合作 彩排在 圆达法师及祭祖总会 圆艺法师指挥下进行 所有人员随着音乐 练习进场 退场 及各项供养法仪 大家步伐力求整齐一致 自我庄严 庄严大典 恭敬祖灵 宗主混元禅师 在彩排结束时 开示全体同修门 今年的祭祖大典 这件非常非常重要和特殊的意义 就是台湾平安 台湾平安 世界才能和平 只要你有那种信心 台湾大家一起祈祷台湾平安 所以今年有天建博士班 卫星博士 这音乐 刚才播出播放的 天宗宗主混元禅师 提供出席台湾平安 好过年 这是我们维新政教 所谓法师讲师 讲师 所谓贤士同修 大家应该共同的期望 所以天建卫星博士 我希望 现在开始大家都有机会来 共同的天建卫星博士 第一届的 五十四位 也已经到一个段落 所以刚才在天建卫星博士 在播放音乐 一件稍微的事情 我很怕你跟他跳 音乐非常的活泼 很快乐 有点演统法师 才来爱 这一首曲子可以爱 因为这几老土师尊 赞叹我们维新贤士 周围的弟子 我们都本着 天下一家亲的本宴 希望我们今年 第十四谈的祭祖大典 圆满 大家平安 大家幸福 大家快乐 彩排圆满 大家在山门龙梯前合影 为十四谈的中华民族联合 祭祖彩排 留下珍贵的纪念 维新记者何敏 游慧玲 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新闻 国际交流最新动态 韩国冀州观光大学 申荣大教授 陪同韩国艺术人协会 同时是 毅理学会中央会 副会长 郑同根博士 参访维新圣教 在罗盘等 易经风水相关研究方面 与宗主混元禅师进行交流 请进入详细报道 大韩民国冀州观光大学教授 申荣大博士 与韩国艺术人协会 也是韩国毅理学会中央会 副会长郑同根博士 于25日上午抵达 禅基山维新圣教 总本山仙佛寺 拜会参访 由维新圣教 宗物发展研究中心 袁新主任 诗讯处原品法师 维新店是原封法师 原青法师等陪同接待 并由袁新主任 为来访贵宾介绍 维新圣殿中华三组 以及即将举行的 元旦祭祖活动 韩国艺理学会 副会长郑同根博士 在韩国系研究 易经 命理 四助等学 郑副会长表示 在韩国5000多万人口中 有30多万人口学习易经 该会有30多个分会 并设有30多个副会长 分布很广 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与两位来访贵宾 共进午餐 谈及挂象 地理形式 并特别强调 易经生活化 生活易经化的 实用易学法则 双方参后参观 维新博物院与医药社 将宗主创设 维新圣教的经历过程分享 让两位教授也能更加理解 维新圣教的宗旨 并且特别为其介绍罗盘 也是此行 郑博士欲了解的目标 经过双方交流后 两位贵宾对维新圣教十分赞叹 洽谈请购大小罗盘 并空拍禅基山掀佛寺 山栏地理及周围环境 留下美好印象 维新电视总本山掀佛寺报道 接续回到第十四谈 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相关报道 首先带您了解 卢州道场 今年度所负责的内容 以及在十二月十五日 举办第三次 祭祖大典法务会议的情形 禅基山为新圣教卢州道场 十二月十五日由肖宜如贤士 集成致命贤士 召集参与志工 召开第三次2020年中华民族联合 祭祖大典特区内场会议 为即将到来的祭祖大典做准备 共同圆满祭祖法务 上午十点首先由肖贤士 主持特区的工作人员会议 为大家说明特区法工工作的相关细则 特区共分为ABCDEFG七区 各区都有各组组长带领组员进行 消闲市强调所有法工 应不分你我互相支援 若遇到问题 一层级请及时回报 会议中说明法工分组情形 同时也将各时间点 主要工作与资源工作列出 协助现场的控管工作 下午一点则举行内场人员会议 由陈班长主持 内场法工的工作 包括引导、排位及服务 供需人员约八十到一百位 陈贤士提醒各组组长 需要掌握负责区域法工人员的动线流畅 若有状况可调整执行法工并协助处理 会中也将各组法工分配状况公布 希望大家能通力合作 让服务参与祭祖的各地中华儿女代表们 都能顺利入场参与祭祖 会议圆满 所有法工人员都将以无谓不失之心 参与祭祖法务 圆满祭祖大典 供养列祖先灵 维新记者由竹力陈建成和敏鲁洲道场报导 继续关心桃园道场的情况 由于距离举办场地最近 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和桃园道场交通组 详细研讨包括场地周边的交通动线 以及各行车辆停车位置 管内行进路线 交通安全防护等 大家集思广义 齐心协力 为大典盛会的圆满而努力 残鸡三维新圣教桃园道场 十二月十九日晚上 由住持元彭法师及执行班长王国文贤士 在桃园道场召集交通组干部 召开二零二零元旦祭祖大典交通组会议 原彭法师与王贤士与交通组干部同休贤士们 对今年季组法会的交通组工作进行细节讨论 会中针对交通组的工作及去年发生的问题 都进行深入的讨论并决定应对方案 会议中包含介绍此次十组交通组负责之十位组长 此次参与志工同休共一百零六人 经过十二月十二日的现况场刊 发现有许多的原有停车位置已有改变 现在已无法停车 需当日进行管制 也因应计组总会原役法师的协调 停车区域安排完成变更 禁止停车之区域由负责该区之同休法工 尽量劝导同时也由到场购置头灯等设备支援早上及擅长时的照明补助 而语具等等设备则提醒法工同休们要自行攜带 会中要求各组需于当日十点开始回报游览车司机及法工人数 以便安排便当发放 同时提醒其他一些注意事项 请法工同休们都能谨慎圆满工作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 全体参与法工将与林口体育馆集合进行现场演练 最后由桃园道场助持原彭法师勉励大家 同休们在完成使命之余 更要注意个人安全及保暖 完成此任务是桃园道场的使命 更使大家的荣誉 会议圆满 干部们都有信息能圆满地达成使命 维新记者杨朝霖桃园道场报导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新闻 距离2020年元旦 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只剩下三天的时间 来自西班牙的同休学员在陈淑源贤士的引领当中 回到禅吉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 礼拜教主王禅老祖师尊 同时向宗主混元禅师请法 宗主混元禅师提到未来发展 是正式成立义京大学西班牙教士 勉励远道而来的外籍同修 继续勇猛精进 研修义京风水新法 禅吉山维新圣教义京大学西班牙教士学员 22日由陈淑源老师率领搭基底台 参访维新圣教总本山 拜见宗主混元禅师 并将于2020元旦至林口体育馆 参加第14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陈老师于西班牙开课 将易经风水学的妙法 传播到远方的国度 所教的学员都是西班牙当地居民 但是易经风水不分古今中外皆一体试用 陈老师也多次带领学员来到台湾 参访维新圣教 并于易经大学法师进行户外教学 此次陈老师也请易经大学原权法师参与 带领学员们前往彰化路港进行户外教学 参访玻璃庙、天后宫、龙山寺等宗教建筑 为国外同修讲解中华古今庙宇建筑的特点 及其风水法则之运用 次日,鼠尔老师带领学员来到总本山贤佛寺 拜见宗主混元禅师 并向宗主提出新建西班牙教室之计划 获得宗主批准 并勉励陈老师于西班牙弘法立生 将中华文化道统一经风水学广为传播 陈老师也带领学员在总本山各处风水景点巡礼 并为同修们解说其风水奥妙 接着,西班牙学员们将一边参访 一边静候祭祖大典的到来 参与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 维新电视总本山贤佛寺报道 时间在2019年的脚步让人感到万分飞快 自12月中旬起 维新电视台展开各分四道场 农历新年贺岁影片拍摄计划 与住持法师和道场同修 积极联系 从行前的拍摄内容讨论 文案脚本设计 道具制作 现场录影 专业的分工并团结合作 逐步完成各具风格特色的贺岁影片 进入以下的画面带您一起来参与 朱年将满跟紫西年即将到来 在大家忙着准备过年的同时 维新电视台摄影制作团队也来到各道场 拍摄各道场 助持法师与同修们喜悦成心的祝福 祝贺大家新年快乐 幸福平安健康一起来 祝贺大家新年快乐 财神道 子武毛友喜气阳 老祖赐福家平安 在只剩一个月即将过年的此时 借着宗族所书 跟紫年春联 先祝贺维新电视台所有收视观众们 在新的一年 和家平安喜气洋洋 事事顺心发大财 也祈愿台湾平安 天下太平 世界永和平 维新电视综合报导 请进入宗主混元禅师开示 维新禅语 维新禅语 当然福地福人居 主人家各房兄弟若平时乐善好施 广及应得 则必遇到明师指点 如果平时口德不休 心德不做 善德不行 只会与人斤斤计较 而不反省自己的人 则必定碰到庸师 这即是天理循环之道理 所谓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一切善恶之果报 完全在于自己之心 及平时所作所为 录自风水学的奥秘 新闻为生法语分享 禅吉山唯新圣教 联合祭祖赞 光辉世纪要中华 祖德流芳国祭夸 饮水思源修旺本 联盟祭祀最堪家 诚挚邀请十方善性大德 前往桃园林口大体育馆 在新年第一天相聚一堂 天下一家亲 祈求台湾平安 世界和平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 维新新闻在每周六晚上7点30分 以及星期日早上7点30分 下午1点 邀请您共同关注 维新世界最新动态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